已经就是清清楚楚的不是市场化的国家了 这样子的情况呢 伤害了其他国家来的进口 而且也伤害了中国人民 因为这些大公司呢 他们会赚很多钱 然后不断地扩展 扩展到海外去 但是呢 真正的财富呢 并没有去造福中国的一般民众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快的 但是一般人的这个收入增长非常的慢 所以我的观点呢 的确刚才这位人说的没错 但是重点是这些公司的扩张呢 并没有真正的造福中国的人民 从79年以来一直到04年 市场经济增长非常快 还是继续有 但是呢 对于过去的五六年当中 真正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福利 好的 您说呢 美中贸易这个当中一些问题 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国家 不是一个市场化国家 那么中国这个非市场机制 它对这个美中贸易究竟影响 表现在哪些具体方面 您给我们详细的举一下 这个解释一下好吗 为什么说 中国的不是一个市场国家 或者中国的非市场这个结构 或者非市场这个机制 会影响美中贸易呢 为什么 所以我讲得很快 很简单 中国的国务院呢 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 那就是国家必须要来领导的 这些企业的领域 是几乎整个经济都是有国 都要有国家来领导的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那就是说其他国家 在中国开公司的话呢 他们要抢的是很小很小的市场份额 那么 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来的出口 就不可能太多了 因为这些领域当中呢 包括能源 电信 银行业 铁路 营造业 这些呢 都是由政府来主持的 政府来领导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进口的货品就会变得很少 那么在美国呢 如果政府要 在做同样的事情的话呢 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但是中国却可以做 这就是为什么会影响贸易的关系 好的 现在来继续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讲 这个呢 就是 我觉得 我认为呢 就是说 中美要在 在 要把他进行 专业经济对话 我认为呢 我认为就是说 美国不必要 跟中国那个那种 装正的国家 那种那种国家 不要跟他在一起 那个 就是说 进行这方面的那个交流 没有必要 为什么 你要是说你 把中国看得还重要的话 就把中国共产党 办完一回事 知道吧 就是很害怕它 我觉得不必要把 中共共产党 办一回事 中国 为什么要 在国际上 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呢 反正我在报上面 看了 新闻里面 好像 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 的地位很重要的 我觉得 不会那么 那么回事吧 我都觉得就是 跟中国结交的话 是很危险的事情 比方说 前段时间吧 那个 巴西 土耳其 那个伊朗 跟那些国家 已经把核安量 已经进行交流 好 国际社会 在促材一个制裁伊朗 做事 这些东西 是谁在跟伊朗 出计谋的 就是中国在 出计谋 中国在这方面 往小线 那比外国人要 强 强 十倍百倍 外国 欧美武器 可以比中国强很多倍 但是 在政治方面 往新一方面的话 那欧美的话 要比中国 要缺很多信仰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湖北张先生 刚才主张中国 彻底 主张美国彻底 跟中国断绝往来 这个观点比较极端 但是 美国也有这样 美国西人 也持有这样观点 好的 下一位是 山东的孙先生 电视观众 孙先生你好 晚上好 请讲 我提醒美国领导人 和中国对话的时候 注意一点 和中国谈 有经济问题的时候 尤其不要把政治问题 给这个程度 给降低了 因为美国 我认为 可以在人权各方面 包括少数民族 一些权力方面 包括它的政治体制改革 完全可以 像以往一样 给中国更大的压力 我觉得 只有这世界上 只有美国 现在才有这个影响力 对中国政府 施加压力 我希望不要 减轻这个压力 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 下一位是江西的 刘先生 江西刘先生 请讲 我 我 我讲了 美国 是不管什么 经济 政治 政治方面 比较 繁盛 只要给那 胡锦涛 比较 不管 不管哪个国家 都有民族 我们 中国 共产党 就是 高独裁 好的谢谢您 谢谢这位先生 谢谢刘先生 刚才几位听众分别 把政治议题 今天我们虽然不谈政治议题 但是 史杰盗博士不知道 你愿意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 就是说 我们许多听众关心 在美中战略 经济对话当中 经济和政治议题 如何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我可以稍微谈一下 这不是我的专业 所以不好意思 我对于经济比较在行 但是我可以回应 就是 在美国的确有这样的辩论 就是 我们和中国的对话 是不是要这么多 因为我们 不喜欢他们的一党独大 不喜欢他们的专政 那或许我们就 不应该和他们 有这么多的对话 还是说 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政治上 还是要两者要连在一起 这个是在 美国不断在发生的辩论 所以 刚才这几个问题 都问得很好 但是我在政治上 并不是专家 中国 在世界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我们不可能去忽略它 那么 我们要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呢 是有不同的选择 因为美国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 所以我们有很多 不同的选择 小的国家 就没有这样的选择 但是我们有 刚才打电话 进来的观众说 的确政治很重要 而且我们也要决定 要怎么去权衡 这两者 政治和经济 但我想 最好的政治 战略与经济对话 就是美中两国 可以超越这些 我们的纠纷 不同意的地方 包括伊朗 人权这些问题 就是超越政治的问题 而在可以合作的地方 来做合作 这就是最好的对话 的确是有分歧 的确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也是有可以合作的领域 我不知道这个对话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成 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对话的目标 就是像刚才这几位 打电话进来的人说的 就是有压力 但是也有合作 是同时进行的 好的 我们来继续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呢 是四川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你好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 它什么东西都是 关商垄断起来经营的 我们这些是能买到 甲冒的产品 我自己想搞 那个变形店员 我可能就自查一个 长销印管 就是买不到 随便都买不到 随便它什么型号 我就买不到一个 都买假的 二手里用过的 所以就搞不起来 什么东西都只有 靠那些全零件来 为了它现在也得凑击 凑击在 好的杨先生 谢谢您的关联 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 黑龙江张先生你好 嘉宾主任好 今天谈到中美经济的对话 目前来看美国经济 不是那么太景气 有些媒体来谈论 说中国的经济模式 是全苏联的模式 我可以告诉你们 就是中国的经济 中国第二次经济普查 我国政府对第二次普查 是非常乐观的 也统一了很明确的数据